4月28日,香港特区政府实务及卫生局局长陈兆史宣布,由内地澳门及台湾敌港人士需强制检疫14天的规例,继预防及控制疾病规例第599C章若干到港人士强制检疫规例将于5月7日届满,特区政府将规例延长一个月至6月7日。 陈兆史表示,规例指名从内地澳门及台湾敌港人士或过去曾与该地逗留人士必须接受14天强制检疫,近日内地疫情显著改善受控,但香港希望持续控制跨境交通导致的输入个案以及外来个案引发的第二波感染,所以决定延长规例时间。 他又说,若符合若干条件将取消内地或澳门到港的检疫令,特区政府正在商讨会事实公布详情。 所以,我们与内地或澳门在联防联控的基础下,我们如何有不同的措施互相配合呢? 这个我们也要仔细地讨论。所以现在我们看的时间,就是5月7日,我们的规例的日期已经到了,所以我们建议去延长一个月。 令到我们大家都是更加多的时间去探讨一下大家的条件,互相三地越港澳的条件,我们怎样是可以向前推进这些工作。 陈兆时指出,自4月11日以来,香港有5日确诊新冠肺炎综数为零综,其余日则维持单位数增长。 特区政府决定豁免两类人士的强制检疫安排,包括跨境学生及香港所需的专业服务提供者等。 第一,就是在香港任何根据教育条例第279章,注册学校接受幼儿、幼儿园、小学或中学教育的抵港人士, 或者为提供该等教育或者安全进行行程的人士,好像跨境学生和有关人员和服务提供者。 第二,就是拥有关乎符合香港经济发展利益的生产作业、业务活动或者提供专业服务,都是可豁免接受强制检疫的。 陈兆史强调,香港在未来数月内仍处于公共卫生紧急事态,特区政府也将修订预防及控制疾病规律第599地章预防及控制疾病披露数据规律,规律有效期将延长至8月31日,任何人必须向医生等有关人士披露外游记录,政府稍后将刊登现报,并于4月29日零时零分生效。